我們麻煩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非常好 但現在防疫旅館當然做一些調整之後呢 應該對於回國有一些幫助 但終究我們這段時間 我相信不管是行政部門或是民意代表這邊 都接到非常多的陳情 就是因為我們回來的隔離的時間 那當然是為了防疫的需要 但造成的真的就是在除疾的部分 很多人就超過兩年 然後便必須在戶籍上要先被除疾 那有看之前呢 因為您有做過在別的委員有質詢過嗎 您有說要做考量 那因為它的方法上大概一個是說 我們在特別條例裡面其實有就是授權 因為就像公投法 原來照理來說828投票 我們也因為疫情的關係延到12月18號 那或者說有一些部分我們就覺得 是不是可以透過這樣一個授權 讓我們戶籍的部分可以延長到3年 或者說另外方法是修特別條例 因為特別條例我們明年6、2、30號才到期 那有沒有可能在特別條例裡面來定 因為特別條例只要送到立法院來 我們很快的就一定會願意來處理 那這的確是一個我們現在面對很多民眾陳情的狀況 但是部會都告訴我們說不會影響 但是就是會影響啊 像養老幾付的部分 你真的戶籍沒有就是沒有辦法領嘛 或是像健保 你今天如果萬一在國外生病了 以前回來 我如果還有健保資格再回來 還是可以做一點部分支付的申請啊 那如果之後戶籍沒有了 我這些權益也都沒有了嘛 或是像大家講的稅務的部分 絕對都有影響 所以這個部分 院長你是不是還是能夠比較清楚 承諾大家一下 這個部分 有沒有可能照顧一下 我們在海外的國人啊 你知道連外國人喔 在台灣啊 連外國人都可以這樣照顧 這個人道都照顧了 那我們今天對於自己的國人在海外 就因為這樣的關係回來 而這樣戶籍受影響 院長你有沒有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好 這個態度是一致的 我們態度是一致的 就是 國人因疫情 不要讓他影響到權益 相關的這個法律規定 本來那兩項 那我們已經經過初步盤 說不是把他除掉國籍等等 那另外我有特別 是戶籍沒有啦 不是不會 另外 我有特別交代就是 如因疫情 不要讓他的權益受影響 那現在已經請 這個相關部會大家盤 最後會往好的方向來考量 是哪一些怎麼樣 所以多久之後會全部告訴我們 很快我們馬上盤好後 很快 很快 因為現在都在這裡 在11月中啊 對啊 11月16號 應該可以啦 在兩個禮拜盤出來 在11月底之前 確定權益都不受影響 往這個方向 看有哪一些會怎麼樣 用什麼方法 來讓他不受影響 就我剛剛講到 大家很在乎還是多少都有影響 各部會盤看 那就是態度是一樣的啦 就是不要影響 就是只要權益 大家認為反應有影響 你就保障他不影響 這當然也是一種做法啦 對啦 好那但院長你保證就是 權益不會因為他兩年時間到 然後原來我們戶籍法的規定 造成他權益上任何有變動的地方 我已經請各部會 各部會再盤 態度上就是 不要影響到他的權益 院長只是說這事情 你知道你歡迎很久啊 所以你動作要快一點 有有 謝謝謝謝 這張單是一個好的答案 那我們接著再往下看 剛剛大家這個到 部長可以上來了 就現在打高單 因為今天很多委員在關心 就不能出國怎麼辦 那現在來講 當然按照我們衛福部說法 目前四個國家承認高端 那當然黨團 我們黨團 這邊是說只有兩個 但我們就以你們四個為 來來說也OK啦 但是邦交國十五國裡面 其實也只有兩個國家 目前承認我們的高端疫苗 那請問一下 因為目前我看一下 到今年為止打高端的部分 打第一劑的是七萬多 到打第二劑的部分是六四萬多 也就是說還有十三萬多 是還沒有打第二劑 可是有六四萬已經打完兩劑了 那這部分就牽涉到 剛剛大家在關心出國的問題 那你也剛剛也定義說 不是叫重打還是叫混打 那請問一下部長 所以現在如果打完第一劑 現在十三萬 他如果想打別的疫苗 可不可以了 還是要一定要高端 因為你之前告訴我們 高端不能混打 那高端現在一劑打完之後 我是不是能夠 就直接打第二劑 我就不要高端兩劑打完 因為一定還要變成 大家說新四劑戰士喔 應該不需要吧 對大概這委員在講 也是研議的方向之一 不過剛才講就是說 這高端為什麼現在 要出國他可以混打 那其他的人 我們現在還沒有封 這樣說也說不過去啊 對不對 這其他為什麼不行 跟你講 唯一的理由 就是這種 規定可以混打 是一個大規模的 人比較多 那至於剛剛講那種 為了行政上面 那是一個小規模 特定對象 那部長我就請問 人越多 我們是越謹慎 對 因為之前也說 高端也說 本來是不能混打 現在是可能因為 有國家承認的問題嘛 承認疫苗的問題 大規模的混打 恐怕有一些更多的規矩 疫苗總是增加風險嘛 對不對 對一定的 所以呢 我能不能一個 算是一個很廉價的保證 最基本的要求啦 對於這些打了高端 他又因為有其他需要 必須要加打其他疫苗的 這些民眾 我們來追蹤 專案追蹤他多久 因為你不能用說 未來長期之後 也不一定是疫苗造成的啊 用這樣的理由 我覺得今天我們既然 因為政府他們打了高端 後續他們打了別的疫苗了 我覺得我們專案追蹤 這件事情總可以做到吧 可以嗎 追蹤了幾年嘛 我覺得看也是一種了解啊 那如果真的有些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總是協助一下 我覺得這是政府的道義吧 會 我們這個大概都會有 就是說這疫苗只要有不良反應 那當然會進到我們的救濟系統 我現在說的 部長你誤會我的意思 你說有不良反應 這邊是要醫院 這邊要醫院去反應啊 沒有問題 我們 可我的意思是說 有沒有可能真的這些人 我們直接就註記好 在一些事情上面 我們就追蹤他們的狀況 主動追蹤啊 對 你是說要主動追蹤嗎 因為人數不會多 最多最多七十七萬 我相信不會那麼多 因為不會每個人都要出國啊 比較擔憂的啦 我會去想一些方法啦 我也提到 那但是明明就是說 因為這些大部分都是要出國 對啊 有時候一出國之後 其實往往齁 過了一段時間 要再來聯繫 就有些困難 不會啦 對不對 都是台灣 我們可以給國民 又不是說是外國人 只要回到台灣 那我們就會在整個 在健康系統裡面 會予以追蹤 這沒問題 反正我要求如果是 本國 我們本國國民吧 他總是出去念書工作 會回來啦 你總不希望不回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去追蹤 他們後續的狀況 你看要設定了幾年 你可以告訴我們 好 再多久 兩年三年或多久 但我希望要有個方案 我覺得這是政府負責的態度啦 沒有問題 委員這樣講 可以我請我們的 預防接種委員 來討論這個案子 我只剛才提醒說 很多在短時間上可能就出國了 一直之間有時候不好追蹤 但我們會盡量 我會請委員來 當然他如果不願意你追蹤 那是民眾自己選擇 當然 但是我們主動的部分 我覺得總是要 再來部分呢 是提到 真的我現在來看啦 當時喔 我覺得真的叫做 互高端 卡BNT啦 但是你看我們從時辰上來看喔 你看看喔 民間提案 盜財高端解盲 整個你去看那個時間性 到後來首批高端施打 但BNT9月2號提早到 原來是中秋節過後才到嘛 可是我們就看這個部分 我說實在其實我們所有人都覺得 國產疫苗不是壞事 是好事 但是我們只希望說 讓他按照程序把它做完 可是呢 我覺得因為急救張之後 現在反而造成了高端的困境啊 我比較希望是我們怎麼樣子 第一個是 回到當初講 不好意思院長在講 你說這個疫苗跟 我懂手 口中的錢 口袋錢也沒有必然的關係啊 對也不一樣 我覺得那些都是過去講的話 可是現在來檢驗都發現說 其實這一次還好有民間疫苗進來 我們現在疫情才能夠現在這麼穩定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回到一個問題啦 我們現在高端剩下350萬劑 大家也在關心 你要怎麼樣去做捐贈的問題 剛剛提到巴拉圭之外 請問一下我們有沒有跟我們的友邦聯繫過 哪些聯絡過已經告訴我們要或是不要 我們現在聯繫狀況到底是如何 能不能讓我們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納稅人的錢都已經花出去啦 你不能告訴我到時候過期了耶 這不行啊 我們現在提早看到問題啊 外交單位在負責 外交單位 那就院長要來回答啦 一定啊 我就說這台350萬劑咧 你只要如果我們用一劑喔 800塊來算 買了500萬劑 花了人民的40億喔 40億 我們現在打了150萬劑 還剩350萬劑 假如我們都是 你如果不捐出去 等於浪費大家這些錢耶 院長 所以你要想看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在期限內 而且這不能給人家太短的期限啊 我們這350萬劑 到底要怎麼樣去捐給我們的友邦 或有需要的國家 院長你可以回應一下這個部分 好 對 對 就是我們當初為了國人健康 我們盡量的 自己的疫苗 國外的疫苗 大家買疫苗 現在 當我們有的時候 然後 那我們 會聯繫 相關的國家 有需要的國家 然後我們 堅增給他 就像人家把疫苗 堅增給我們 這都散得行完 是啦 但是我說動作要快 院長我們提出這個問題喔 我第一次提出 是10月20號左右了 到現在要一個月了啦 我們要一個月 我們一個月前 差不多就提出這個問題了 所以這事情 一樣就跟前面講 能不能快一點 那我就說 如果到時候真的變成 放在這邊過期 我就要求要有人負責這個事啊 這都是納稅人的辛苦錢啊 或舉載來的錢啊 未來疫苗 是有可能會有過期的 要跟委員做這樣的報告 大家看到 我們現在所進獲總體的量 事實上已經漸漸高出 我們的需求的量 但是呢 一下我們的準備 就寧願多不願少 所以絕對不會有什麼 護高端卡VNT的事情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有疫苗進來 讓國民能夠安心 所以沒有誰卡誰 那但是我現在講 高端已經看到 就剩350萬劑 總是要想辦法 就像剛剛院長說的嘛 就像別人會捐給我們一樣啊 我們要捐給別人嘛 我們就正在想辦法 正在想辦法 你能告訴我們 我們進行的程度是什麼 進行的程度 第一個你要捐給人家 一定要對方有基本的相關的EUA 所以我們現在把很多的一些 那除了巴拉圭之外 我們還有聯絡什麼國家了嗎 我們把技術性的資料提供 給我們的相關的一些朋友 或理念相近的國家 讓他們去做相關的EUA 那請問能不能告訴我們 你跟多少國家聯絡過了 那現在比較 要不然現在不能說 一時就這樣回答 都沒有答案 比較具體的應該是巴拉圭 那邊已經在準備 來審我們的EUA 所以巴拉圭的部分 他因為要做三期嘛 同時我們可能也會捐疫苗給他們 我們會先 我們把EUA的資料提供給他們了 這個部分有沒有談 要捐疫苗的事情 還沒有談 還沒有談 先EUA過了才來談這個事情 我這邊再次提醒喔 因為我說總共如果我用八百元 因為你不願公開真正的價格嘛 八百算也是四十億啦 這是大錢喔 院長或是院長 這是大錢 所以如果民眾現在 不管在我們立場我們覺得你們是 戶高端嘛 可是你們覺得沒有 是為了喔 大家那時候需要 不管怎麼樣 現在剩三百五十萬機是事實 我們就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啦 這問題怎麼解決 就要靠大家更積極處理 但是我絕對不贊成放到過期啊 我覺得這真的是對不起納稅人 當然放到過期這樣的事情要避免 要避免 所以這部分請積極進行 我想我們會持續審預算階段 我們絕對是持續追蹤這個事情 所以請一定要拿出方法來 告訴我們後來相關的進度 我們一定都要來追蹤 不然因為時間關係 部長請回喔 我最好還是簡單提一下 院長 因為時間關係啊 可是因為這次在那個 就整個氣候變遷大會裡面 我再來要求的是 我們探費的事情 這要趕快進行了啦 全世界大家都在做 而且你看IMF的 那個價格 我們竟然說比照新加坡 三塊錢喔 台幣一百塊 那個東西韓國十六美元 一頓十六美元 日本是因為地方加 它地方有權限 加來大概有十美元 但是我告訴你 我最近不管是跟民間 包括我們的企業 都在說政府動作太慢 還有我們的環保署 實在是太沒有肩膀 這件事情我們再不做 你只是繳了碳稅 我們不收 也是被國外收走而已啊 可是這件事情 進度到底什麼 你們還要拖嗎 要等到應應法修完 才要去討論碳費 這件事情 院長要不要宣示一下 哪時候要把碳費決定出來 謝謝 謝謝 接著請魯明哲委員